报警 你好 什么事啊 找人 找谁啊 咱们又是他 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 这个人啊 失踪了二十多年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您 赶紧告诉我他在哪儿行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 那您刚才说又是他 说明您之前见过 照片上这个人是吗 是这样 刚才来了一位姑娘 她也问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女的 小姐 您的菜上齐了 请慢用 服务员 来瓶水 小姐 您的水 喝这个吧 这牛奶你今天必须得喝 这是对我体温的一种尊重 你一个人来这儿干什么呀 跟你无关 跟我无关 我不管你行吗 你知不知道我是不想牵连你 才会跟你分手的 你为了帮我找人 还把工作给丢了 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我就是要管 我不管你就乱来 服务员 来了 需要什么 两瓶啤酒并呢 好 两瓶啤酒不要 现在跟我上 她胃不好不准上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她是我女朋友 所有的事情我说了算 你们两个慢慢聊 等你们聊完再教我啊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说 我们先来 你们两个长期 你也带我 你去哪儿 我们还要跟你 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先来 我们就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你们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我们去哪儿 老板结账 你别生气了好吗 你有什么值得我生气的 咱们好聚好散 你别在外放我 放开我 我不放 这辈子我会再放开你 谢小妃 感情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 我不接受 你别再跟着我了 这里还有房间吗 有 我们这里房间很多 有单间和标间 单间 一样 我不是不让你跟着我了吗 现在你失业我破产 我们必须精打细算 一个单间大床房谢谢 我要一个单间 你俩瞎闹啊 先商量再说吧 不用商量了 我就要一个单间 你的房间从这里上去 小伙子 你太粗暴了 追女孩子不是这样的 得向熬鸡汤慢慢地来 她本来就是我女朋友 婚礼都定了 就是有点小误会而已 我懂了 这是你的房间钥匙 等会从这儿上去 在她的隔壁 老话说得好 床头吵架床尾和 小情侣嘛 千万不要有隔夜丑 知道了大姐 我得跟你说啊 我这里是公共场所 以哄为主 不要来影的啊 千万别影响到别人 是 谢谢 来 谁啊 有人吗 我这儿 简小飞 你别再这么阴魂不散了 行吗 什么叫阴魂不散啊 我又没死 我这是阳魂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打110报警抓你 这么早退房啊 我还有事 没有和你男朋友一起走 那不是我男朋友啊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现在的年轻人啊 理解不了 怎么能不说一声就走了呢 还好有大妈给我通风报信 你是连最基本的尊严 都没有了吗 你别再跟着我的狗皮膏药 狗皮膏药 虽然难听 但是可以治病啊 我黏着你 你不就舒服了 我不舒服 你以前说过 不会让我一个人 流浪街头的 你看我现在自己 一个人多可怜啊 比小动物都可怜 你哪可怜了 你不是有大别墅 可以住吗 我不住大别墅 我就住你家 你 你放开我 我不放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多委屈 以前我还是 卸家大哨的时候 是因为有光环罩着我 我又臭屁又自大 直到我爸倒了 身边的朋友 一个个都离开了我 我才知道其实 我真的很无奈 那你真是太谦虚了 喝酒打架耍不赖 你不是样样在好吗 我知道你想骂了 你怎么骂我都可以 你骂了 其实那天在赵晨熙家 你看到我的时候 我准备要走了 但是既然你已经误会了 想着那你先离开我也好 赵晨熙说得对 他跟你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只有他才能帮助你 不 我需要一个人管我 骂我让我变强 如果我改变不了自己的话 就算夺回了些事 同样的问题也还会再犯 一个受不起打击 受不起挫折的男人 管理不好一个公司 所以我求求你原谅我 我真的只有跟你在一起 我才会变得越来越好 你别放弃我好吗 我没你说得那么厉害 你以后别再缠冲了 同归啊 我是不会放弃的 谢谢 我叫你